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謝謝大家 這個 很感謝主持人還有主辦單位給我這個機會 這個可能是台灣我們第一次來講這個 DNS跟元宇宙有關係的這個講題 那我想我就站這邊 因為這個講題本身也是滿新的 有很多slide都是新的 還準備演講稿這樣子 也其實很少這樣子 所以這個反正還是再次感謝 那我們上午有聽到這個 幾個比較很精彩的分享 就是有關於這種digital sovereignty 還有這個internet fragmentation等等的 這些演講 我們就想到說這個 確實在十幾二十年前 訂立的一些網路的規則等等 現在已經不服使用了 所以一直不斷的網路社群的創新 這個來希望找到新的opportunity 這個應該是大家一致的 都等於是看得到的 其實我今天被指派的主題 就是講有關於新頂級開放企業要做的準備 這個我想除了我的 剛剛會跟元宇宙會帶到這個主題之外 我想其他兩位講者也會講一些 過去十年新頂級開放的一些回顧展望 還有這個商標權益的保護機制等等 所以我這邊就會前半部會聚焦在台灣企業相關 在新頂級這方面的一些研究的數據 然後接下來會聊聊這個 到底這個我講到這個元宇宙跟數位品牌 保護這個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 那從去年開始我們就 這個TTLNIC做了一些有關於 這個新頂級域數位品牌的一些相關的研究 那發現在去年我們的研究母體 是中華征信所的前百大營收的上市公司 那麼發現他們的 當然就跟大家的認知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主要的域名註冊都集中在TW跟.com 這個通用頂級域名上面 那傳統的TLD跟新的頂級域的註冊率的差別 大概是十倍左右 那這數字待會我有更細的表會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上次調查了998類不同的top level 不同的頂級域裡頭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註冊量 是集中在前20%的top levelTLD 那麼發現IDN就是國際化域名中文域名 或者是剛剛有提到說地理名稱的網域名稱 這一些的網域名稱註冊率都比較低 都不到3% 那麼所以總結來講 我們去年的發現是說 企業關注新頂級域的人還不及傳統的TW 跟.com 我們這邊講的企業是指 剛剛講的台灣這種大型的上市的 這個相關的企業 這個project我們今年還有繼續做 我們這個案子也才剛剛結 所以這個是去年的數據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不曉得這裡有沒有 我們比如說可以看到.tw.com 註冊率比如說 就是這些企業主要品牌 我們這個brand wine是主要的品牌 它的只要是台灣的品牌的 在.com這個域名的註冊率大概是93% 也就是說100家有93家會註冊.com的tod 那100家有70家會註冊.tw的tod 那我們看New GTLD 就是台灣的企業在100家裡頭 可能不到4家會註冊新的頂級域 所以這個比率差的是滿懸殊的 那麼我們接下來再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圖可能裡頭的畫面跑掉 這沒有關係我們這就skip 我們剛剛那張圖就是想 等於是介紹一下台灣企業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FANG Facebook相關 以下兩三張的圖 這個PPT是我們在做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會跟企業做分享 國外的大型的Internet公司 他們的註冊數量 他們的商業部署 他們是否有註冊新頂級域等等 會跟他分享這樣子的一個 國外的大企業他們目前 我們今天就不一個一個去 我們不一個去講 那我們看Apple的這個例子 它除了Apple.com 它自己的核心域名之外 還有點Apple 它這個新頂級域 自己的品牌頂級域它有註冊之外 它註冊另外保護了9000多個 9200多個GTLD 就是通用頂級域或者是CCTLD 所以它的保護範圍 從Apple iPhone iPad 是非常的廣的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相關的保護 那剛剛我們看到有Facebook 它最近有加上Meta 這個新的品牌進去 它一定保護的數量各方面 我們待會稍微會提到這個 所以企業在保護的時候 一定是基於它的商標 來做它的企業域名管理的相關 所以它本身是在iCAN的 New GTLD的規則裡頭 它是有優先權的 那這一塊我們今天就 這個我們不太多說 那反正這邊想要強調是說 在整個域名的 網域名稱的生命週期裡頭 那這個商標持有者 可以在最早的時間 以它商標所給予它的法定權利 來進行這個相關的保護 但是我們在研究發現 就是我們在去年到今年研究發現 台灣的企業在商標保護的 算是越來越積極 但是在網域名稱保護 還是非常的不足 所以我們這邊總結一些管理現狀 等等就是包含剛剛講到的 它其實如果是未來新頂級域的 比如說過去的開放 或是未來這兩年在開放的時候 企業是可以依它的商標法定權利 來對它的網域名稱進行保護 那如果它有有效的商標 並且它也有加入ICAN所指定的 所謂的TMCH的這樣子的機制上面的話 它可以去申請它的所謂的品牌的頂級域 這樣子的 那我們等一下會會舉幾個例子說 台灣的企業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它在管理上面 比如說它的管理過於分散 或者它選擇太多的供應商 來替它的這個網域名稱做服務 包含它的人力非常的缺乏 可能一個人身兼數值 不是全職在管理所謂的網域名稱 可能是商標的專員 或者是MIS的專員 去替整個公司擔負起 我們所謂現在強調的 這種數位轉型的過程之中 這網域名稱的管理 這任務其實非常的重 所以我們今年有約訪到傑安特 傑安特現在有四個品牌 叫Giant 還有女性的品牌叫Leaf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高檔的品牌 叫做Momentum 還有另外 最後一個品牌 主要的品牌是他們做單車零件 叫Kadex 有四個品牌 它這幾個品牌 我們在做這域名調查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以Giant為主 這邊調查出來 上面所列的網域名稱 可能是Giant 或者是不是Giant 但是只要是它的域名註冊的 這個網域名稱是Giant 我們都把它列在裡頭 表示說這個Giant註冊的數量 其實是蠻高的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Giant現在的問題 會碰到說它使用了不同的供應商 可能在某一個官網 它使用的是供應商A 供應商另外一個官網 它就使用供應商B 所以其實它在管理上面 就必須一個人去盯著每一個供應商 可能是否它的安全 或是它的服務等等 它並沒有做一個等於是集中管理 我們在訪談的時候發現 其實它很多域名的管理 是分配給不同的各地的 比如說歐洲分公司 中國的分公司 或者是它交給它的 它等於是經銷商來做相關的管理 上面那個我們還看得懂 下面那個我們就更看不懂 我們沒有辦法分清楚說 在一般的用戶是否可以信任去點擊 到底是不是官網 它還是釣魚網站 尤其是最右邊 明明是giantbicycle.cr.kr 在我們不認識 不能夠完全確認這個官網 是否為真的giantowner 所以我們去查它的whois 發現它的whois的註冊人 就是這個.kr域名註冊人 它使用一個Gmail的郵箱 而不是giant公司的郵箱 發現有這樣的某種的 我們會擔心它這種安全的隱患 類似的事情透過我們的 這個數據的調查訪問 然後去幫助了giant 去發現相關的問題 當然我們這邊多說一句是說 它的剛剛講它的品牌Giant或是Leaf 點Giant跟點Leaf 未來都有可能是成為它的 所謂的新頂局 在2023年都可以申請成為新頂局 那當然是Giant這個品牌 本身它就跟 等於是美國的一個大的超級市場連鎖 它也叫Giant 所以基本上在全球各地都是 這個會有等於是會有相關的衝突的 ASUS的狀況也差不多 我們也做了一樣的分析 那我們這邊ASUS另外做了一套東西 這個是我們另外給ASUS呈現出來 左邊的這張表你會看到 這個域名本身就有不同的ASUS ASUS 這個域名這些都是已經在網上被ASUS 或是不是ASUS的人去註冊 可能要去混淆視聽 就是說這裡頭域名本身有ASUS這個名字已經註冊 我們右手邊的這個表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可能是在ASUS 可能相關多加一個字 或者是去變體一下 或者是說這個相關的這個S改成 比如說羅馬字 或者是拉丁字的IDN的那個character 進去做 所以會造成ASUS在一般的消費者的時候 看到說這些網運名稱的時候 會一些或作為 可能也會有這種安全上面的疑慮 所以我們看到ASUS這個現在很大的品牌 它竟然不光是ASUS 還有ROG這個大的品牌 他們在不論是台灣或者是國外 它相關的只要ASUS這四個英文字 就是被很多人去這個註冊 所以它的一個原來擔心的一個點 就是品牌保護的點 反而再延伸到這個跟這個有相關的資訊安全的相關的這個隱憂 我們這邊另外舉一個MICROSOFT的案例 MICROSOFT剛剛中文的時候有跟一些講者有提到 現在大家很重視就是說所謂的 就是叫做Tech Service Management ASM 就是說企業暴露在外面讓別人登陸的那些網運名稱有什麼 就不光是品牌保護這一塊 而是說在安全這一塊有所謂的ASM的這種擔心 所以這個是MICROSOFT利用IBM的這個 X-Force的這個相關的安全的工具 它這後面的數據來源是 我等於現在目前在代理一家公司提供它這些相關的數據 就發現它有找到這麼多跟MICROSOFT這些登錄 假冒這個MICROSOFT這種雲服務的這個登錄的相關的這個網址 那我們發現MICROSOFT之外 Facebook一樣的問題 這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辦法很清楚看得到 譬如說最右邊這個相關的玉米 看起來很像Facebook.com有沒有 但是其實它是一個點Space新頂級 註冊了一個很類似像點.com登錄頁面的 這樣子的一個相關的網域名稱 譬如說看我們左邊這個 它是FacebookPasswordReset.GoogleSecurity.com 像這樣子的一個名稱 我們需要用一些數據去Discover 它的三級域名 四級域名 就是這個公司的這些brand在三級域名 四級域名 怎麼我們去協助這些大的公司 就是在去打擊這些我們剛剛講的ASM 或者是假冒的這些登錄的頁面 所以其實Facebook被惡搞也不是現在 其實很多的時候它 譬如說在最近的時候 我們就這個Meta 它這個相關的Meta.com 也是高價去買回的 兩個Meta.com 三個Meta.com 四個Meta.com 都被人家等於是註冊 我們再去用數據去看它大量超過 其實不光是一萬多個 它成千上萬個 只要含有Meta.com的網域名稱 基本上都被人家註冊走 那我們就從這邊開始 進入所謂的元宇宙 既然Mark Zuckerberg現在幫 等於是全世界來引領大家 進入所謂的Metaverse相關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Metaverse 這個世界本身 我們當然知道以字面來看 Meta就是這個超越 就是比樣Exceeding 就是比樣現有的Universe 比樣現有的相關的Internet 去中心化更多的沉浸式的這種體驗 不論是否有戴眼鏡 VR AR這種相關的 我這邊舉了一些案例 比如說最右邊的這個 叫做Travis Scott 這個很有名的 這個等於是美國的 就是所謂的嘻哈的歌手 在這個Ford Night上面 在大概半年前開了一個線上演 等於音樂會演唱會 2700萬人同時在線 去看他的這個相關的演唱會 然後相關的交易等等 都可以在Ford Night這個 不曉得您最近小孩 如果家裡有小孩 不知道晚上有沒有睡覺 都可能是參加Ford Night的比賽等等 各位想說現在的數位新世代 他們所經營在網路上 我們所謂看到的Avatar 那些虛擬人物 是跟著他一輩子的 就是說可能以前我們小時候是 拿一個小的布偶 玩偶是那種Physical 那將來這些虛擬的人物 他會跟著他到這個平台 甚至到另外一個平台去 這些物件本身都需要有ID 去給他做一個Identification 他未來這些物件 未來是可以在這種虛擬的市場上面去賣的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 所謂的CS Go 叫Counter Strike Go 這個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虛擬物品的交易市場 交易什麼 基本上就是這些在玩這種戰爭遊戲 所有戰爭的這些工具 這些兵器有不同的skin 不同的這些pattern design 這個公司現在這個交易市場是由 等於是國外的一個公司叫Steam 很大的一個遊戲平台 跟中國的騰訊公司 他們合資的這樣子的一個CS Go 這個交易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基本上看到這個Metaverse本身 你的物件 比如說看左上方這個等於是Special 這個是你如果現在有開始在購買 所謂的NFT這種藝術品的話 你可以放到它的藝廊 你自己可以開一個你的 等於是一個Show Room 去展示你的相關的NFT 我們剛剛講說這種虛擬人物 虛擬的情境 剛剛講NFT 這個每一個物件本身 未來都希望能夠 在所謂的3D Internet裡頭 這個Identification 其實都是等於是都會需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變成是說 從這個Metaverse我們就來想 這個從原始的Web 1 Web 2 到目前所謂的Web 3 去中計畫我們叫做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大家在這個 比如說區塊鏈上面會看到這種 DAO這個字 這個DAO 其實我們當初在Web 2 或是Web 1更早的時候 都很心神向往這種 完全去中心化的這種網路的 自發性的這種組織 在現在這個世代 所謂的Web 3的世代 已經開始慢慢的成形了 那在Web 3裡頭 我們有Metaverse 我們當然ICAN本身是今天上午 談到ICAN這個Names and Numbers 它會繼續存在 但是會有新的東西出來 大家不要忘了 在這個新的世代 他們會創造不受ICAN控制的 這個新的相關的網運名稱 跟相關的號碼 這個相關的資源 所以我這邊接下來做了相關的 這種比較 就是ICAN本身的傳統的ICAN 在這個左邊 那這個Web 3 Metaverse 同樣的我們一個一個可能在這邊 稍微看一下 其實他們不是沒有標準 以現在最受歡迎的 以太鏈為主的這個ENS的話 它自己也有標準 叫EIP-137 它的寫的方法其實跟RFC-1591 其實是很像 就是這個網運名稱系統 怎麼去管理 怎麼去分配 然後這個Constitution 之前是在Clubhouse 他們現在在叫Twitter的Space裡頭 每一週每一週 他們都在討論這個EIP-137的 這個相關的規則等等 所以其實他們的Activity 比我們在原始在ICAN 或者是說現有的ICAN 就是更為的活躍 那當然現在對於這個 ICAN的在核發育民 今天早上Kenny有講到 其實它只是發給你 它是lease給你 你去訂閱 它去算是這個交易 情緒上一個租認 我覺得是隨時可以 在租認的過程之中 你不付費的話 我是可以回收的 那WEB3的就是DNS 你是完全的ownership fullownership 包含在我們 待會會提到花一些時間 提到這個叫做 Handshake Name Service HNS 這個等於是在ICAN之外 就是新的一套 所謂的top-level domain 現在在很多的註冊商 就是現在ICAN的註冊商 已經可以註冊單字母的C 跟譬如說很多像.API 這種不受ICAN管理的 這種新的頂級域名等等 那我這邊在這一頁最後想強調的是說 在這個區塊鏈上面WEB3的網易名稱註冊 跟一般的註冊比較不同 因為你這個網易名稱需要上所謂的區塊鏈 那我們最近可能各位在這個新聞媒體上面都會看到說 區塊鏈上面需要很多人去挖去挖礦 什麼比特幣要挖礦 以太幣需要挖礦等等 每一次挖礦其實都是在對 它所謂的區塊鏈上面的智能合約做一次更改 所以需要有很多在相關所謂的礦空去協助你 譬如說域名需要上這個鏈 域名需要做transfer 域名的NS記錄需要做修改的時候 每一個動作都需要全世界的礦工去幫助你 所以會產生所謂的叫做 等於是礦工費 Gas fee 待會我們看說這個Gas fee 為什麼會這麼高 可能一個域名在註冊可能是5塊10塊美金 但是一個Gas fee 每一次做這個譬如說DNS服務器的修改 DNS服務器的更新 做一個transfer 可能就要兩三百美金的這樣的cost來做 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相關的問題 那當然這邊上面有很多一些 譬如說在傳統的DNS裡頭 我們買到一個網運名稱 我們要設就是A記錄 MS記錄 C name的記錄 我相信懂網運名稱的話 大家都知道說這些記錄就幫助我們訪問網站 去做相關的郵件的設置 但是在Web3的DNS裡頭 它的resource record 基本上就是設立錢包位置 設立我的Twitter帳號 我的譬如說我的NFT的位置是在哪裡 透過IPFS相關的 新的等於分散式的檔案的協定來 去make sure我的這些檔案位置 或者是我的網頁的位置是可以被找到 不好意思 我這邊再強調一下 這一塊 為什麼大家現在這麼high呢 就是因為完全不受ICAN 還有ICAN裡頭gag去管理 就完全甚至沒有所謂的 任何的censorship在裡頭 所以對很多的年輕世代來講的話 那確實達到我們剛剛講 那個DAO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的這樣子的一個 算是一個烏托邦的一個相關的境界 這一頁幫我們放一下 有一個很短的 請大家可以看一下 為什麼大家現在對這種 去中心化的DNS 這麼樣的感應 提供搖 hypertension 最大於是一個 沒問題就是一家樓 於ê證裡面的 odecentralized 一些強調較為 e行 這 完全無法課盤的 民族 領悟尤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前在2020的7月就已经基本上在这一周就被交易出去40个H&S的币 所以以现在的价格大概是12块美金 但是这个owner现有的持有者他希望是以5万个H&S等于是说1万5千美金 你现在上网就可以去买 去买这个Fastcom也是其实一样 它的规则其实很简单 这一套系统顶级域名的规则 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要去设立我的顶级域叫点桥好了 CHIAO 我就往这上面一丢 接下来马上进入一个7天的Public Auction 就是公共的等于是拍卖期 价高者得标 然后你得标了之后 你可以开始做二级域名的贩售 你也可以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某某人愿意在我的上面申请我的123点桥等等 你可以在上面贩售 你也可以整批的这个TOD 你就把它当作去 就好像可以卖出等等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 刚刚有说这个一直在强调这个 在以太网上面现在最红最火的这个ENS 因为ENS现在那么火的原因就是因为 最近它有一次他们叫做AirDrop 一个大撒币 所以有台湾的几个大专生 不晓得是不是刚刚那个在 是不是在交大志工在读的那一位 还是那个 就是说反正大撒币以后 几十万几百万美金 就突然一夜相关的暴富 我们看现在目前的ENS的市价总值是 diluted是五个billion 五十亿的美金 五十亿的美金 Versaine经营这么久 从1990年代经营这么久 现在也不过就是二十六个billion的美金 也是真枪实弹 真枪实弹 那我们现在讲台湾器 我们现在跟今天讲的主题 我们看ASUS.ETH已经被人家注册走了 这个注册的Whois 算是一个类似的Whois 还有它的所有的RR的记录 在网上 在ENS网站上面都可以查 如果我们看它的注册人的Hash 就是Hash就是代表它的这个注册人的 它的相关的地址 我们去查它的这个Hash 发现这位先生呢 或者这位小姐 或者这位这不知名的人士 除了ASUS之外 它注册这么多南亚 骑士党 然后南亚科技 Epson 还有什么JR 就是它也有注册一些 跟品牌有相关的 相关的一个名字 我们发现它在EtherScan上面 这个EtherScan是一个网站 可以看到所有 跟以太币相关有交易 发现它已经用ASUS.ETH 做了很多相关的 这个等于是币相关的交换 我们都可以看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发现Facebook.ETH 基本上也被注册 我看一样的东西就是 它的注册人在这边 我们去反查 发现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被这个注册人去拿走 ETH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我们也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要注册 Made in Taiwan.ETH的话 我的注册费用 大概差不多是5块美金左右 但是我的Gas fee 就是刚刚讲 这个矿工费用 大概是228 这个费用可能到 我们的台湾时间的晚上 费用会更高 因为它本身的网络本身 使用以太币交易的人一多 这个本身 这个等于是 它的等于是 Network一佣几的时候 它的Gas fee 可能会涨到280 甚至300 所以很多人在注册 或是修改 它的域名记录的时候 它会选择可能是 台湾时间的中午 或等于是美国时间 这个相关的凌晨 所以这个相关的 等于是说 跟我们原来 现在在 iCAN传统的 网易名称的管理上面 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想法 那我们回归现实面 就是说 台湾企业还是要面对 现有的 这个未来两年 实际上开放 我们这是用2012年 去做的 这个申请流程 它大概是一个 10到15个月 甚至更长的 一个申请流程 它并不像我们刚刚讲 那个H&S 或者这种新的.ETH 马上你去申请 马上可以需要到 但是我们等于是 新的跟旧的 我们都还有未来跟现在 现在 就是说 这好像有点 自己觉得 好像有点 这种错乱的感觉 等于是现在 现在发生的 现在发生的 好像是将来 等于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将来会发生 因为iCAN的流程 一直延宕等等 或者是 现有的业者 可能会 等于是 它现在已经有点抗 或者是 它上一轮 已经申请到 所谓的新顶居 它并不愿意 在这个时间点 再去开放 让更多的业者 进到这个 已经非常拥挤的 space里头 所以台湾业者 现在需要去担心的事情 还是蛮多的 我刚刚讲的 所谓的H&S 还有ETH 现在都是可以 马上 它并不是不能用的 一个服务 你现在比如说 如果用的是 Cloudflare的 1.1.1 就是4个1的 公众DNS 或者是 你下载的是 比如说 Opera的 这个browser 其实在这些 都是可以 马上去 比如说 你现在就可以 访问我的网站 桥点ETH 这上面是可以去 现在可以马上用的 所以 我这边很快 做一个 这个总结 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台湾的 品牌企业 就是 长期忽视了 这个域名 这个相关的资产 保护等等 我们在访谈期间 也发现 一直在提醒业者说 这个网域名称的管理 跟品牌保护 甚至跟资讯安全 是密不可分的 必须要提到 这个CEO CIO的 这个层级来看 那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Meta First 对于数位品牌 带来的相关机会 跟挑战 绝对是超过以往 它是真的是 真的是Multiply 这个更多的 这个机会跟挑战 并且我们刚刚讲 我这边 刚刚没有提到说 现在为什么大家 一窝蜂的去申请 HNS 或是ETH 其实是在这个 Web3的社群里头 可能是我们在座的 比较少去接触 刚刚讲的 刚刚这种 Meta First Web3的这些 相关的 等于社群平台 ETH 或许已经在Web3 成为这个 点抗 一样的 变成是一种 身份的表征 我有点 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 认为我有一个点抗 我就是能够 catch到这个 Digital Trend 现在ETH 可能就是有这样的 一个调调 出来了 所以 那最后 我这边想强调 就是说 希望在2023年 新顶集域在 iCAN的工作组里头 是可以再次开放 希望台湾企业 不要 这个 这次不要再缺席 希望真的是有 国家的 相关的国家 能够组一个队吧 能够有相关的 这个众志层层 能够来申请更多的网易名称 OK 那我今天报告到此 谢谢 好 那不晓得现场的观众 有没有要提问的 其实我自己还蛮心惊胆跳的 说我听 刚刚听完桥靖的那个 的说法 其实我刚刚真的查 他把我带到你的那个推特账号上去了 那我不知道未来世界会不会另外一个这个 这个电脑又跑出来 他是背上这个刚刚桥靖提到的另外一个所谓的 handshake 技术所构成的另外一个 internet 那其实刚刚桥靖讲的我最 害怕的是 他说 gag不在那边 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政府 可是当一个世界没有政府的存在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有 不管怎么样都还是会有一点担忧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未来的发展 那谢谢我们这一次鼓掌 谢谢我们的桥靖靖 这样好吗